2018年10月23日至25日,第17届国际运动生物化学会议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运动是医学的未来》,会议由国际运动生物化学学会主办,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生理与生物化学分会,北京市体育科学学会承办,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协办。 国际运动生物化学会议之父Yak Perlman博士出席会议并致辞。 国际运动生物化学会议可追溯到1968年,今年是首次在中国举办,作为运动生物化学领域研究最具权威性的顶级国际性会议。 从创办之初就希望为从事运动生物化学及运动营养等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分享研究成果,探索前沿科技的国际性合作交流平台。 大会邀请了现任诺贝尔生理会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朱林吉尔拉斯教授发表了题为运动与代谢的报告。 由于安利公司在运动营养领域的深入研究,本次会议,组委会特别邀请了安利中国研发中心的陈钧瑞博士,分享了XS运动乳清蛋白粉的研发思路与实验结果,被运动营养领域的科研与商业结合做出了前沿案例分享。 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运动意识不断提升,但仍面临着运动带来的损伤与如何科学有效地补充营养等问题。 XS运动乳清蛋白粉中特别添加的β-蒲聚糖及胶原蛋白钛可强化运动后恢复。 据悉,XS运动乳清蛋白粉及蛋白棒将于2018年11月正式上市。